這間店你一定要知道 一碗鋪上滿滿新鮮蚵仔的浮誇乳肉飯 連外國人都說讚 跟我一樣抱愛蚵仔的你趕快收藏起來 你知道剛才滷肉飯一端上來 我整個大尖叫 這上面這個蚵仔真的是沒有在開玩笑 很多鋪滿耶 滿滿的 阿易滷肉飯是華西街的滷肉飯名店 質疑他們家最特別的就是在滷肉飯上面 鋪上滿滿的蚵仔 根本就是滷肉飯界的海陸大餐 海一度被評選為台灣十大特色的滷肉飯喔 哇吃咧 這個滷肉它是有在給大方的耶 你知道它的蚵仔真的很鹹 我喜歡它那個滷肉的油脂 完全包住了米飯跟蚵仔 老闆選用新鮮蚵仔 簡單的汆燙保留蚵仔的鮮甜 搭配滷到膠狀滷肉的香甜 味道真的很棒 撒上大量的香蔥 增加甜味又解膩 最後用蒜酥點綴口感還有香氣 整碗滷肉飯的味道非常有層次 一碗140元愛吃蚵仔的人啊 我真的跟你大推薦他 吃完這一碗必喝他們家的排骨湯 比臉大的一整塊大排骨 這個肉軟嫩 幾乎這樣子一夾就醉的程度 排骨新鮮又大塊 用筷子夾就可以馬上讓肉塊分離 肉燉到很嫩的同時還保留一點口感 湯頭是用蘿蔔煮的 蘿蔔也燉到入口即化 喝得到自然的新鮮甜味 還有排骨的香氣 90塊一大碗 有肉有湯真的很過癮 阿易滷肉飯啊 它雖然開在小王煮瓜的旁邊 但是呢 我只能說他們絕對不會是競爭對手 他們叫做互相擁有 雖然很多人喜歡把這兩間 華西街最紅的滷肉飯拿來做比較 但我吃完之後 我覺得他們兩間各有特色 愛吃那種黑金滷肉的人 會選小王煮瓜 但是如果你是鵝阿控 或者是喜歡吃傳統滷刀膠狀的 南部滷肉飯 那阿易啊 我真的給你大家推薦 還有想要看我開箱 其他萬華的滷肉飯老店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尚恩尚其林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